拍着雪佛兰克鲁兹去骑雪佛兰克鲁兹 现在到达全车厂了 听了好多品牌的车型 前面的这个还有前面这一排都是雪佛兰品牌的车型 今天提的是一款蓝色的克鲁兹 像灰色白色都是非常多的 现在克鲁兹的优惠已经下来了 视频看到最后给大家说一下 麻烦各位老铁给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 今天提的是一款蓝色的车 1234在最里面 需要把这几台车全部开到外边 开始挪车 蓝色也是比较好看的 双10.25寸的液晶打平还不错 晚会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内饰 先倒车吧 车出来了 我要把这一台车再开到里边去 游停式的挡霸操作起来非常舒服 现在给老铁车已经调过来了 开始洗车 洗好车之后准备一件车 这是二三款月响版的雪佛兰克鲁兹 官方制造价10,09,000 优惠2万大几 兄弟们现在车已经洗好了 老铁正在验车 这个车采用了1.5L4缸发动机 加6档试试双离合的变速箱 这一款变速箱比上一代的6AT 更加平顺 更加爽油 但是呢 文经信号来说可能不如6AT 因为这是湿式双离合的 都经过了瞬级 从后边看和22款呢 真的是一模一样 不看轮鼓都看不出来 这是二三款还是22款 底边原价也是双连感独立原价 后排乘客的舒适度还是有的 8万多落地买一个都立全价的 已经很不错了 对 看一下发动机 发动机和那个22款的一样 都是那个四缸发动机 老铁验车验的也是非常的仔细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点 就是它的内饰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双式的25吨的大屏 内饰也升级了 我们提的是蓝辉内饰的 还有棕色内饰的 定足运行多功能方案盘 这些东西都有 新款克鲁验车改变最大的 就是它的内饰了 大家看它的这个挡霸 俗称游艇挡霸 摸着很舒服 还有无线充电功能 无线充电其实非常方便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个一键启动 空调现在也是手动空调 炮筒式的出风口和开拓者一样 其实像这种悬浮式的瓶 有的人不喜欢 但是我们要相信设计师的眼光 后排座椅都是三个头人 其实是蓝色的 手机上看着是黑色 有个小天窗 还有大家心心念到的 这个电子手刹 这些配置加的都是钱呀 现在我们重新进入副驾驶 看一下它的这个用料 这个白色的都是皮的哈 这个装饰板也比较高级 这个都是软的糖素的 比某些车型的硬缩料要好太多了 车老铁已经验好了 现在该我们检测了 其实所有出厂的车都会做一个PDI检测 确保没有任何问题吧 现在正在检查语刷 检查的也是非常的仔细哈 所以说各位老铁找我提车 就是让你们放心 车现在老铁已经验好了 准备开始交车款 车款交给SSD 安全放心有保障 今天还是有人看车哈 好了兄弟们 现在所有手续都已经搞定了 准备开始交车 领盘已经打好了 大家感觉这一款车值不值得买 好往后倒吧 好一路顺风啊 慢走 再见 好